副总统当学人贺锦丽再过十天就要上任 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 而且是少数族裔的副总统 最近她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原本想要展现的是女性权威 不料她在照片当中的肤色 是比她本人白了很多 疑似被刻意的洗白 掀起种族歧视的风波 美国准副总统贺锦丽登上美国版时尚杂志 二月封面 纸本版封面 她穿着白色T恤搭配黑西装 脚踩converse反不斜支持美国品牌 也展现清明作风 不过网友却批照片没质感 还让贺锦丽站在一团粉色烂布上有失水准 而且打光后脸白得不像话 疑似刻意漂白肤色照片还一度被怀疑是假的 几小时后杂志又发布了贺锦丽 穿着美国品牌Michael Kors的淡蓝色套装照片 作为网路版封面 外传这张照片才是贺锦丽团队挑选的 不过照片肤色还是比本人白 网友形容这是像被冲刷过一样的混乱 甚至要求有恶魔编辑之称的总编辑 安娜温图下台负责 不过在一片声浪中 其实贺锦丽平常就是个反不斜爱好者 不论是在台上跳舞跑遍各大竞选会场 通通脚踩帆布鞋 贺锦丽在十天就要走马上任 身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同时也是第一个少数族裔的副总统 原本想透过杂志展现女性权威 不料却掀起敏感种族歧视风波 而且就算杂志已经澄清 没有跟动贺锦丽的肤色 也难以平息批评声浪 记者综合报道